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我們是馬來大燕 我是王凱 李嘉宇 張書雅 我們現在開始撿到了 大家好,歡迎來到中子博物館 我們是文化的解說員 我是王凱 李嘉宇、張書雅 今天就我們帶著大家認識博物館 首先,讓我們先來認識文館創辦人索爾韓森 他是一位對種子有深入研究的生物學家 他創辦文館的目的 就會讓更多人了解種子的重要性 現在,讓我們先來看一下今天的參觀動線 我們會先大約介紹種子能力的五個展館 以及種子與人類文明館 了解種子和我們是如何的息息相關 最後,我們在由這個展覽廳出發 實際前往未來種子館 一起思索以後發展的可能性 現在,就讓我們展開一場精彩的種子世界之旅吧 在西亞的管理 各位可以認識種子內所含的各類養分 種子在發芽期間 會依靠乳豬所準備的養分來生長 一般來說,是受粉後所產生的營養物質黑乳 就如同是媽媽為小孩準備的便當一樣 而這下可以將能量、濃縮式小炒乳和中的能力 也讓種子植物在食物界佔新優勢 在耐受館,我們可以認識種子的耐受力 為了等待一個適合生長的環境 大多數種子會利用降低代謝的方式 來進入一段暫時停止活動的休眠期 種子等待的因素有很多 就像是陽光、天氣、水等等 這是基於幼苗的需求 和環境進行的一場微妙互動 我們知道水分對植物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必須要有水分 植物細胞才能夠進行基本的代謝 當種子乾燥的時候 清晨代謝基本上是屬於停滯的狀態 但是如果把水放回去的話 它卻能夠重新開始運作 這可不是大多數細胞所能做得到的 如果現在有人攻擊你的話 你會怎麼做? 閃開、擋下或是回擊 植物有辦法像我們一樣馬上做出反應 所以他們必須事先做好準備來保護他們的種子 在防衛管我們可以看到 有些植物替種子穿上厚重的盔甲 有些熱量的攜帶、毒藥或是防藍噴霧 各種保護措施的目的 是為了確保有足夠數量的種子能夠存活 在移動管我們可以看到種子的各種移動方式 動物傳播、水粒和風粒傳播以及彈粒傳播 但是為什麼種子需要移動呢?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種過種子盆栽 我自己就曾經種過來與羅漢松 將收集到的種子密集的種在小小的盆栽裡 這些種子在盆栽裡發芽之後 並沒有辦法長得像他們的母親那樣的高大 空間及資源皆不足 同柴間的競爭過於激烈 再加上有些植物會分裂物質 來抑制周圍其他植物的生長 在這樣的情況下 種子即使發芽也沒有辦法存活很久 更沒有辦法順利長大 所以種子的移動力讓他們能在足夠的空間 順利成長並繼續反應 在統合館我們可以更加了解 種子植物順利的原因 在種子植物出現之前 植物的繁殖方式通常很難讓基因徹底混合 在其有性生殖時非常依賴水分 而且精細胞的活動力有限 通常只能生存在潮濕的地方 但是由包子植物氧化而來的種子植物 氧化出了花粉來取代流氧的精子 使它能夠適應更乾燥的環境 也可以穿過得更遠 相較於偶爾發生不同品種雜交線上的包子植物 種子植物的基因更能夠徹底的混合 此特性使它能夠在植物的環境中脫穎而出 在種子與人類融合的小區 你們知道種子影響了我們的歷史嗎 種子所引發的兩時問題 在法國、俄國大革命 及近代的阿拉伯之川等政治變動 佔了關線因素 而其一團十二特性也幫助孟德爾解開遺傳學師尼 胡椒、肉肉厚等香料更開始了一大發現 歐美人類應用種子的收眠機制建造了種子銀行 一方面維護生物多量性 一方面為人類未來的糧食問題做準備 現在就請大家跟上我們的角度 一同進入值得探究思索的未來種子館吧 種子在目前的植物界成吧 但是它從來也面臨一些環境問題 例如蜜蜂消失無法幫助其受粉 或是極端的氣候變遷使其無所適從 像是木瓜因為高溫了結束激情果 或是作物因水和災而欠收 所以在未來種子館中 我們展出了一些未來可能會出現的種子 就像是能夠在極端吸溫 或者是水和災的情況下生存的作物 而或許基因改造沒夠幫我們大忙 但是目前基因改造人受質疑 一方支持基改因為能增加產量 甚至能提供部分地區所缺乏的營養 更能幫助照落後的地區 另一方卻質疑會對人體健康造成影響 甚至牽扯到生態與經濟的平衡 所以無論如何 在我們享受種子所帶來的美好時 也需負起保護與傳承的責任 相信聽了這麼多 各位心裡一定有許多疑問吧 其實目前人類對種子的了解仍然不足 如果將這些問題抵作一扇又一扇的門 那麼可能解開問題的答案便是成堆的鑰匙 而就像培根所說過的 時間是不可佔有的公有財產 隨著時間的推移 真理會予以顯露 驗證能夠打開三應大門的鑰匙 也是需要時間的 而各位滿多的是檢查者 因此在尋求檢查過程中 我們應該多留意周遭 多思考 並對已知暴食懷疑 才能對科學有更深一步的了解與認識 我們今天的考案到此結束 再次提醒您 禮品店請指導後座載 祝一個愉快的一天 謝謝大家 謝謝我愛大業 現在我們請讓我們選理論 這個博物館是沒有存在 是你們幫忙的 所以你是不是想 我可能會想現在這個博物館 對不對 所以你們其實在形象你們這個博物館 那博物館可能不在 因為人家博物館的時候 請客人家在股市後 都在介紹從此的舞弊 那我想請客人家就是說 要辦完後面開始跟博物有班 那如果你們想的話 博物這一塊的話 那你們有什麼 類似真相的故事 就是剛剛提到 剛剛後面那邊的舞弊 對不對 跟這類的舞弊 跟歷史之類的 你們對得很熟悉 對得很熟悉 就是再去找一些更多文件之類 但是我們想要提 重點是我們在未來的發展 就是除了我們目前種子 遇到的問題之外 也希望我們可以看好出更多 就是我們未來可以為種子做事 或者是種子未來會再影響 為什麼 所以一般大眾來說 就是讓他們更加了解 種子和我們的生活 並如何息息相關 然後可能可以淡神錄的資料 讓他們可以發現 原來種子都有至於如此的重量 所以不會想知道 種子他有意思嗎 看這類方的實現有點突然 他要這樣才行嗎 你說不再做什麼 可以去一些 謝謝評審了 謝謝 謝謝 次出發 第二였 谢谢大家